为了各位我们一起看天气 周末假期这两天呢 全台各地逐渐恢复非常稳定又晴朗的好天气了 就连北部的雨空气品质也明显的转好了 是个非常适合出门的好天气 不过要特别提醒你的是呢 在明天的中午过后下半天开始呢 东北风又要增强了 这部东北风呢除了会带来两空气南下之外 也会带来一些水气南下 所以预计呢在明天中午过后 大台北地区东部地区会逐渐的转成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不过呢还好的是这波东北风依旧强度不是很强 就只有影响哦在桃源以北地区 桃源以南地区呢就会维持稳定的好天气 也因为如此中南部地区恐怕在未来这段时间 空气品质还是比较差一点 提醒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外星云图哦 今天呢台湾各地都是相当晴朗一片的天气形态 高温也都来到了28度29度左右 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 不过就像刚刚提到了哦 在明天礼拜一的中午过后呢 新的一波东北风又要增强南下影响台湾了 同时会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桃源 以及东部地区又会开始逐渐转成 一个湿湿凉凉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了 我们来看一下外这段时间呢 从礼拜一的下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左右 在这个桃源以北东部地区都会转成一个 阴天有阵雨的天气形态 其中呢又以东北角区于是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提醒你出门都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呢在桃源以南一直到高雄屏東 维持非常稳暖稳定的天气形态 但是日夜温差也会变得比较大一些 清晨跟晚上也会稍微转量一点点 同样的提醒你要多加劳易温差的变化 早晚外出要记得搭配一件保外套再出门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除了在接洋地区一些零星帐子之外 其他全台各地维持非常稳定的好天气 好天气持续到礼拜一的上半天 礼拜一的下半天开始 从大台北地区一直到新北基隆宜兰呢 都有机会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一些震雨 所以特别提醒呢 大台北地区宜兰基隆新北地区的民众呢 明天虽然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很好 但是呢中午过后就会开始陆陆续续下起雨来 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那么其他地方呢西班部地区桃源以南 维持稳定好天气 但是空气品质就会比较差一点了 敏感族群外出务必要多加的注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